我从哪里来 神创造宇宙也创造了你 起初万物都美好 正如神所造的 但后来 人类做了很多错误的选择 并犯了许多过错 我们活在神创造的世界里 却走我们自己的路 我们没有按照神的标准而活 圣经称这为罪 我们的罪使我们与神隔绝 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九节告诉我们 光来到世间 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 不爱光倒爱黑暗 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 我们的骄傲使我们在人前爱面子 然而 为当我们与创造宇宙的主宰相连接 我们才能经历真正的满足 人试着以自己的方法来找神 但这些方法都是徒劳 我们的罪和骄傲成为神和我们之间的拦阻 我为何在此 神爱你 并希望你对他有相同的回应 你的存在是因着神的爱 他希望与你有一个个人的关系 你以自己的努力是无法达到 但神的儿子耶稣来到世间 并死在十字架上 他因你的罪受刑罚 成为父神和你中间的唯一通道 到神面前错误的道路 我们以个人的努力 要恢复我们与神的关系 都是徒劳的 当我们以各种宗教仪式 道德 自我提升 哲学 或好行为 要来恢复我们与神的关系 是对神的大不敬 就如朽烂的梯子 是无法承受重量 达成功用 因为神是圣洁并完全的 而我们不是 不论我们做多大的努力 也是无法靠自己来恢复 与神的关系 到神面前的唯一道路 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六节 耶稣说 我就是道路 真理 生命 若不借着我 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这么说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 不致灭亡 反得永生 耶稣的血 是使我们与神恢复关系的 唯一桥梁 是神所能接受的唯一途径 神借着叫耶稣从死里复活 来证明他接受耶稣的死 使我们得生 所以耶稣基督 是我们来到天父面前的唯一道路 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六节 耶稣邀请我们 但也警告我们 约翰福音第三章三十六节说 信子的人有永生 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 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 你若不借着耶稣找到神 你就永远无法认识神 你的生命也没有永恒的价值 当你去世的时候 你就永远以神隔绝了 圣经称这为地狱 但若你接受耶稣为你的救主 你将与神有一个个人的关系 并与他永远在一起 圣经称这为天堂 你要选择哪一条路呢 这关键是在于你与耶稣基督的关系 选择神借着耶稣为你预备的道路 就是尊宠神 并且你此刻就可以与他有一个个人的关系 你也要在天堂与神同享永远的生命 你若不遵从神而选择自己的路 就无法在今世体验在神里边的平安 你也不能与神有一个个人的关系 也无法经历将来的永生 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五章第二十四节这么说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那听我话 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 不至于定罪 是已经出死入生了 我要如何找到神呢 有三个步骤 第一 承认你是个罪人并转离罪恶 如约翰福音第八章第十一节所说 第二 如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二十九节说 你必须相信 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 他为你的罪受了刑罚 他并从死里复活 战胜死亡 最后一个步骤是邀请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主 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二节说 凡接待他的 就是信他名的人 他就赐他们权柄 做神的儿女 你可以用这个祷告来邀请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主 这只是一个祷告的建议 最重要的是你的诚心 字句如何乃为其次 主耶稣 谢谢你让我看见我多么需要你 谢谢你为我钉死在十字架上 请赦免我过去一切的罪恶过犯 请帮助我遵从你的圣名 使我洁净并有一个与你关系崭新的开始 我现在接受你成为我生命的救主 帮助我全心爱你并侍奉你 阿们 约翰福音第六章第三十七节 耶稣说 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 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 你的终点站是一个崭新的开始 成为一个基督徒 你将有一个全新的生命 你现在就可以开始 每天读圣经 每天祷告 就像你在跟一个好朋友说话 加入一个传讲圣经的教会 带着神的话语 与别人分享你在基督里的信仰 愿今天你的生命有一个全然的改变 希望我们成为第一个来热忱 欢迎你加入基督的大家庭